我国执法当局再次大规模取缔首都的外劳聚集地 这次轮到有小印度支撑的15杯 不成移民局筛查了300多名外籍人士 最后扣留涉嫌违法的百多名移工 至于在年末被当局扫荡的吉隆坡西冷路 不成移民局证实当地大多数的外劳都是持有合法证件 或已经是合法化的移工 他们继续在西冷路是为了和同乡见面 素有小印度支撑的吉隆坡15杯 今天中午如临大敌 由于民众投诉当地外劳大军 不成移民局连同国民登记职以及民防部队动员200多人 突击检查服饰店、十四、理发店、美容店、杂货店等大约30个单位 连路过的外籍人士也不放过 当局筛查了多达370名 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菲律宾、缅甸和印尼人 期间有人企图躲过执法 但未能逃过执法人员的包围 最后超过100人被扣留 执法人员上个月大局扫荡被信任为孟加拉街的吉隆坡西冷路 估计至少500名非法外劳被逮捕 不成移民局透露 经过一轮筛查后 当局已经确认出现在当地的外劳 大多数都是合法义工 无论如何 大规模取缔外劳行动还没有结束 移民局透露 已经锁定几个外劳聚集地 不久后就会和警方和地方当局 联手逮捕违法的外籍移工 势必打击非法外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